歡迎收看這一小時 台灣大搜索 我是賴麗英 副新航空该找谁接手 成了最近的热门话题 那你知道吗 新航当初之所以会创立 竟然是跟国共内战后的 秘密任务有关 为的就是要有飞机 负责建议当时还来不及 撤退来台的特务们 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 其实他们全面停航 已经不是第一次 早在1958年的时候 也就是成立七年之后 一架飞机叫蓝天鹅 它就从马祖飞往台湾的途中 离奇失踪了 当时找不到任何残骸 也不知道失事原因 突然就人间蒸发 导致富航生意做不下去 黯然离场 没想到58年后的今天 因为坚硬不善 同样烙得关门的下场 不得不忍痛做出写散公司 这个痛苦的决定 复兴航空全面停航 社会一片哗然 但这其实并非复兴史上 恐遭 马祖回台湾的时候 在台湾海峡上面失踪 一说是当时其实是有人要把这架飞机劫持 劫持往中国大陆 当时阵风国共内战后期 机上有三名中国籍乘客与四位美军 飞机离奇失踪 不禁让人把矛头指向共军 因为其实这趟旅程是个秘密 当时复兴航空还背着旅岛航线 或者说外导的这种特种包机任务 这些航空公司都跟这个情报单位 有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会有关联 因为一开始复兴航空成立的目的 就不仅仅是单纯的载运一般旅客 当时其实国民政府底下有两个 这个国营的航空公司 分别是中国航空公司 跟中央航空公司 这两个航空公司在1941年11月 从香港把他们的飞机 通通飞到北京 然后因此就投共了以后 让当时其实国民政府手中 没有几乎可以说 没有可用的这个民航支援 于是一名审秘特务李先生 找上了曾在中央航空担任总经理 也是资深飞行员的陈文宽 有些国外的一些飞行的任务 你空军不可能去做 那你必须要透过这个 民间的航空公司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要使用到 就是说让这些敌后的 还来不及撤出的这些人 透过这样一个民航公司 去接出来 所谓敌后来不及撤出的这些人 指的就是请报工作的特务 陈文宽找来戴安国 蔡克菲成立附近航空 搬了两架水上飞机 专门承揽国防部的特殊保际业务 另外海上空军 租了一架C46运输机 经营国内一般旅客的航线 那条航线真正赚钱的 有客人的只有台北到花莲这一段 从花莲到台东台东到高雄 几乎每一次飞的时候都是空的 顶多是一两个人 那这样子那也是飞一趟赔一趟 后来蓝天鹅飞机 在空中神秘失踪 连残骸都找不到 让陈文宽决定收手 1958年11月15号全面停航 改进空主事业 直到1983年 国产集团出资两亿元 向陈文宽买下复兴航空 谢谢大家 欢迎欢迎欢迎 2014年陈文宽回台领奖 当时他高龄101岁 飞掉复兴航空之后 陈文宽定居美国 回首他的一生堪称航空界传奇 身为美国华侨的他 除了是台湾史上第一位飞行人外 在二次大战前后 曾遞招许多惊人记录 我从香港撤走 那次的那家DC2的这个船机上 其实是超窄的 即便是超窄 他还是非常的稳当地 把飞行到这个飞离地面 他还进行撤出了 就是包含这个就是当时的行政院 院长夫人就是宋矮玲 也就是宋家三姐妹中的大姐 他当时就要求就是说 爬上飞机的这些人 把这个行李不要带 因为他不要少带一件行李 或少带两件行李的话 就可以多带一个人 一直装装装 就是装到说这飞机完全满了 就是没有办法再 在任何东西就没有办法了 他就这个爬上飞机以后 从这些人的这个头顶上 这样慢慢慢慢爬过去 爬进了架子上 然后才能够把这个飞机 那个开始驾驶 落地之后算人数 这架只能载运21人的飞机 他竟然载了78个人 打破了DC3型号飞机的 最高承载记录 美国新闻杂志也大幅报道 这条航线上 有人们可以遇到的最可怕 和最险阻的部分地段 1942年突破日军封锁 陈宽成功飞越了 连美军都跨不过去的 世界第二高峰 驼峰 在印度与中国间 开启一条新的空中补给线 但当时年近30岁的陈宽宽 并不是空军 只是个中国航空的飞行员而已 陈宽宽他其实带过 非常多的名人 甚至于政要 包括我们讲到他曾经担任 蒋中正的坐机驾驶 同学家 头一次再到当时 担任委员长的蒋中正 陈宽宽难免紧张 见到蒋委员长走进驾驶舱 他赶紧请副驾驶让座 他那个时候 刚刚领养的一个小孩子 还没有取名字 所以他当时就跟蒋委员长 就是说是既然在这边 你能不能帮我 就跟小孩子去取一个名字 这也是很奇怪的原因 因为当时蒋委员长听了以后 也没有说好 也没有说是不好 随机蒋中正起身 离开了驾驶舱 陈宽宽以为自己触怒了对方 没想到晚上回到旅馆 拿到一封信封 上头就是委员长提好的名字 华英 也因为这样的机缘 从此以后 陈宽宽几乎成了御用驾驶 蒋介石有一次到日月潭 可是那天 世卫长 忘了带当天的迹象资料 那蒋介石问的时候 世卫长傻眼 立刻叫 陈宽 还有那个姓链 你们哪一个有空 开飞机到日月潭 那飞机就停在日月潭 那个日月潭以前不像现在 没有飞机场 他们就紧急起飞 然后为了送一个公路 不只是蒋中正的头号驾驶 陈宽宽更是007专机机长 因为他经常载到这号特殊人物 戴笠 原名戴宇龙 某一天他亲自前往内蒙 去视察这个区域 这个视察这个区域 其实也是陈宽宽第一次看到这个戴笠 当然他看到戴笠的时候 他觉得戴笠这个人 其实是蛮拘谨的一个人 他话不多 就一直看着陈宽宽 然后等于说是在观察它 那当然后来带着他去的时候 因为内蒙那个地方 他其实本身也没有一个机场 那当时的这个导航的方式 其实也是相当的原始 把飞机飞到了 就是要抵达的目的地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还看不到 这个机场的位置 突然就是看到地面 一阵爆炸 然后起了一阵硝烟 吓了一跳 你地上有硝烟有爆炸 他就以为说 这个是对他们进行扶击或攻击等等 但后来随行的人就告诉他说 没错 没错 你不要紧张 那个有爆炸有烟的那个地方 就跟你标示了 你要降落这个地点 怎么会拿炸药当地面指引 陈宽宽差地以为病都要没了 飞向到日后载者带立 经常遇到这种特别的场面 有时还要送气财到平原地区 给请报人员 犹如零零技专机 当时有美国的飞虎航空队 到中国来帮助国民政府抗战 所以他们有很多飞行员 可是这个飞行员 他的飞机有时候被击落 被击落以后 他的飞机就掉在 他跳伞 跳伞就跳在这个轮陷区 可是怎么送回大后方呢 就是乘温宽他们 乘温宽他们可能就要冒险 开着飞机到一个秘密的地方降落 乘温宽卓越的飞行技术 只要开着水上飞机 好选没有降落不了的地方 前半身替梁奖以代曆工作 冒险犯难 后半身相守的妻子 这是靠着这位 生命中的贵人和相识 在汉口的时候 他认识了一个 当时跟他讲错事 在银行做事的一位女先生 两人狠谈的来 很快成为好友 不过奇怪的是 陈宽平时打电话给李先生 都联络不上他 而且对方也从不透露他的名字 我当时就有陈宽宽的这个 中国航空公司的这个同事 就有跟他讲说 这个李先生是军统级蓝医社的 那个时候就有人跟他去讲过 但陈宽宽没放在心上 有一会李先生约吃饭 他赶紧赴约 当时是在上海 陈宽宽坐在电车上面 就看到两个很漂亮的女生 然后十分的心仪 但是当时来说 也没有办法苦无机会 在当时在电车上 当时苦无机会去搭讪认识 但是没有想到到了这个餐厅以后 发现居然那两位小姐 是同桌的这个客人 因为其中有一个 刚好是李先生的一个表妹 那李先生的这个表妹去的时候 就拉到他的同学一起去 那个同学蒋小姐 这位蒋小姐相当吸引陈文宽 热烈追求后 两人成为男女朋友 却遭到女方的姐姐反对 在他们来看这个陈文宽 那个时候去每天去 今年有上班 明天没有上班 这样子这种情形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 并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工作 因为姐姐当时嫁的是银行家 央行总裁贝足疑 也就是当代建筑大师 被遇民的爸爸 因此希望妹妹蒋有芬 也能嫁给银行高层 但陈文宽最后还是成功 说服家人抱得美人归 1936年与蒋有芬成婚 缜密的李先生成了媒人 三年后与李先生再见面 尽时因为他 为什么我们走吧 走好不好 易富恩是一开始是在轰炸 轰炸部队 然后等到这个抗战出席以后 中国中华民国空军的轰炸 机都没有了 于是易富恩就被指派到 中国航空公司 学开DC2型的飞机 当时经验丰富的陈文宽 就等于说是用带飞的方式 师父带徒弟的方式指导他 就快要解讯时 李先生突然找上陈文宽 剔头就问 易富恩的学习状况跟态度如何 陈文宽回说一切都好 仅有一四十道而已 李先生接着问陈文宽 起飞后飞机有没有异状 有没有枪击的痕迹 陈文宽觉得纳闷 你是银行员 怎么会问我这个 这时李先生才表明身份 承认他确实就是特务 要调查易富恩在迟到那一天 突然开枪的事情 但陈文宽说 这应该只是小伙子年轻气盛 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后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没想到隔了好几年 原本已经失联的这名特务 又在香港找上他 就跟他讲说是因为大陆沦陷以后 在中国大陆里面 还有很多军统局的这些 怎么讲说特务还在那边 中国大陆里面有长江黄河 然后又有湖国 所以然后就想要运用 陈文宽飞水上飞机的这种经验 把飞机飞到中国大陆里面去 凭这项旧特务的新 复兴航空成立 没想到历经1951年停航后 相隔58年 静悠若得关门下场 听到这个消息 身为复兴创办人的他 也有感的吧 没有办法再找到新的资金 进来的时候 你只有 他就只有赶快把这个公司解散 他在那边讲说 在这种时候 解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 陈文宽透过有人表示 他现在跟附近航空 完全没有关系 他只是就过去经营的经验 进行分析 既然无法突破亏损窘境 就要有壮士断管的决心 如今附近航空面临可能 走入历史的命运 但创办人陈文宽一生的传奇 将涌入人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